现在的穿越剧已经屡见不鲜了,但是你知道中国第一部穿越题材的电影是谁演的吗? 就是巩俐和张一谋的古今大战情友情,在八九年,张一谋那时候已经是名造一时的大导演了,但是他选择放弃手上所有的导演事物,去成小冬的电影中演一个呆傻,有点格格不入的角色。 其实张一谋拍摄的目的大家都知道,不为戏,只为人为的当然就是巩俐了,她在这部戏中一人分,是三角盘东而是她,山口镜子是她,朱丽丽还是她,用现在的话说这部戏,就是给巩俐宣布的也不过分。 张一谋也信甘情愿当这个配角在这之前的一年,张一谋和前妻肖华的婚姻也走到了尽头,随后张一谋便和巩俐开始了八年的恋情早在1992年,肖华就出过一本,名为往事悠悠的书,披露了她与张一谋的婚姻,如何因巩俐的介入而走向终点。 1978年张一谋和一起插队的肖华结婚这段感情一直持续了十年,直到88年两人谈判离婚,这其中到底经历了什么呢? 1987年10月,红道亮的拍摄工作已经完成,张一谋主演的第一部电影《老景》,在日本第二届东京国际电影节上获得四项奖,10月17日晚,张一谋从北京回来,回来后的张一谋每天都很忙, 起至到了10月23日下午,一件事彻底将肖华击款,轮她像往常一样整理张一谋的衣服,却发现了一封信,记得第一句话便是,你走了,把我的心中也带走了。 肖华的脑子嗡个一声,写的署名是一个熟悉的名字,拱立两人矛盾的爆发,便还是在这里两人最终选择了离婚,随后张一谋和拱立开始了八年的恋情, 这是当时整个娱乐圈,都知道的是巩俐看张一谋马也都是阿姨但是最后也因种种原因,没能走到最后。 据巩俐的母亲说,巩俐独自向张一谋表示想结婚,但是都被她拒绝了,最后两人选择了分手,巩俐嫁给了别人,也有人说是张一谋女儿张莫讨厌,巩俐才导致这种结局大家怎么看? 感谢观看